300多萬的黑色房車 凌晨5點多停在消失店前 駕駛下車熟練的打開後車廂 搬出三個大袋子 看得出來重量不輕 接著開車離去 留下的不是什麼好東西 原來全是垃圾 兩包黑色大垃圾袋 外加這一袋 裝的還是棉被床單 浸濕雨水發門發臭 亂丟垃圾這算什麼 店家說長期以來 店門口被人亂丟垃圾 實在是人無可忍 監視器自行搜證 果然拍下了關鍵畫面 丟幾次了 丟之前是小垃圾 那天它丟的就是被子 被子 然後就下雨下去的時候 又吸水 實際回到現場 一大袋黑色垃圾袋 被丟在路邊 一旁還有喝完的空酒瓶 凌晨5點多 駕駛開著價值300多萬的 大漆房車 偷偷摸摸亂丟垃圾 大漆房車車頭燈太亮 車牌號碼無法辨識難以矩陣 店家只好將監視器畫面PO上網 奉勸這位大漆車主別再亂丟 否則環保局將開罰最高6000 這六明天晚上五彭新雲林報導